一个普通人如何变成杀人如麻的恶魔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伊朗高分电影 第三次世界大战 力道十足 不露锋芒 如大地惊雷 作为一个外向人 永强来这里的次数确实有些频繁 他兴高采烈的用手语和面前的女人 比划了最近的趣事 可女人却催着他 别忘了把钱留下 没一会儿 在一个男人秦小示威的带领下 永强离开了这里 这里不是什么神秘的间谍组织 却也见不得多少光亮 这里是一家妓院 永强来此地投靠自己开杂货店的朋友 为朋友打打杂以维持生计 明面上朋友靠卖货为生 可永强了解后才知道 他还有另一个生财的门道 卖老鼠药 这些灰色手术让朋友有足够的闲钱支援永强的生计 可每次只要永强领到钱 都会第一时间挥霍到妓院里 朋友也经常劝他别总去 可永强却很执拗 并表示自己没有乱来 每次去都点同一个人 呵那你还挺纯情 眼看劝你无效 朋友也不再多言 为了维持自己纯情的人设 光靠朋友这点钱已经捉襟见肘 永强不得不出去打短工赚钱 稀里糊涂的上了一辆招工的车 因为无意间帮了老板一门 永强被留下长期带死工作 对这里的工作永强非常好奇 这里的房子都是用车运过来的 所有人会挤在一起吃饭 但有的人可以上桌 有的人只能窝在地上 老板得知永强没地方睡后 害慷慨的把首页的活交给了他 永强被安排在了一个 破旧潮池的黎域间里打地铺 他不明白 明明上面有个又大又好看的红房子 为什么自己只能睡在这里 第二天他正在和其他工人搬着木头 突然有人扔给他们一件衣服 让所有人都换上 原来这里是一个剧组 正在拍摄关于希特勒的电影 之前那个老板正是本片的制片人 由于起演不足 临时拉这些工人上去凑数 他们一脸懵逼的被扔进离玉室 被一群纳粹军官扒掉衣服 又被关进了漆黑一片的毒气室 随着一声咔 永强完成了他的荧幕处女秀 有了第一次 后面制作人也越来越灵活 经常让工人们穿着球服挖坑伐术 对于工人们来说倒是没什么所谓 这些活本来就要他们做 无非就是换了一身衣服而已 但从侧面能看出 这部片子的预算可能比较结局 这天永强正在和工人们听指挥 站在围栏前 不远处伴希特勒的演员 突然倒地不起 工人们还以为这是什么喜剧桥段 一问才知道 这名主演竟然病倒了 制作人连忙令人把主演的衣服扒下来 这才抬着担架送往医院 而这只是因为希特勒的系数只有两件 看来这片场确实是穷了 为了弥补主演的位置 第二天导演临时抓了一批人去试角色 正在和制片人商量住宿漏水的永强也被抓了去 好巧不巧 他竟然被导演一眼相忠 永强连忙拒绝 不行不行 我记不住台词 助理看了他一眼 嗨 小问题 你直接数1234567就行了 现在的演员都这样 刮了胡子换上衣服 没想到永强竟然意外的合适 就这样 朋友有一点说的没错 永强的确非常纯情 即便知道对方是妓女 但永强却对他付出了真心 也许是因为永强和永强的母亲一样 都是聋哑人 永强也乐意与这个会首语的人交流 两人经常聊的开怀大笑 对于永强来说 永强就是爱情 希望与未来 永强成为住院后还有一个福利 那就是再也不用住漏水的毒气室了 他可以搬进那栋漂亮的红房子 可同住在这里的男助理 却非常看不起永强 他觉得一个工人 掺和进电影 简直是对电影的侮辱 他还嘲讽了永强那个蹩脚奇怪的胡子 听着对方的羞辱 永强却没有任何角度反驳 来自身份与学历的自卑感 让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只能怀着愤怒 把自己的胡子刮得一干二净 然而第二天 永强的行为被制片人一顿臭骂 为了防止他再干什么出格的事 制片人和永强签署了一份演员合同 随后对昨晚的事情做出了解决 永强睡红房子 男助理睡毒气室 从这以后 永强就正式成了本剧的男主 可他却根本不会演戏 第一次上镜 就因为扇别人的巴掌不够狠 连着避了十几条 没办法 导演把永强拉到了一边 告诉他 想象一下 你给那些犯人住的地方和吃的东西 你让妻子与孩子们和那些犯人们住在一起 可有一天 你发现那些犯人们杀死了你的妻子与孩子 那你要怎么办 永强沉死片刻 静止走到那群犯人面前 随后举起手枪 一枪一个全部出绝 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原来情绪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释放出去的 原来愤怒时不是只能伤害自己 还能发现到别人身上 晚上 永强在红房子里兴高采烈的和英子聊天 给英子展示自己的豪宅 看哪 我也有家了 我也是个体面人了 英子的震惊与崇拜给了永强不少自信 之后的演戏也越来越熟练 不就是1234567吗 没脑子都行 可突然有一天 英子哭着给永强打电话 二人见面后 英子比划着自己的悲惨遭遇 原来寄院的垃圾老板 想给他注射毒品 彻底控制这个龙牙女孩 于是英子逃了出来 想和永强睡上几天 随后就离开小镇 这可让永强犯了难 刚住在这里的时候 制片人就给他说了唯一的规矩 那就是不能带任何朋友来 可面对英子的请求与愤怒 他还是心软的带着英子来到了片场 晚上他们穿过铁丝网 藏进了木屋 外面雷一声大作 而他们可以在红房子里 惬意体面的休息 这让永强非常受用 仿佛他也真正有了一个假 可惜二人的美好时光 被男助理的敲门上打断 他嫌地压室漏水 要上来睡觉 永强只能把英子藏到了外面 好在第二天 制片人斥责男助理 晚上私自离开看管的区域 让他以后只能睡在毒气室里 开机后 球车上摆满了球犯们的尸体 看着曾经的工友 痛苦的挤在车上 一动也不能动 而自己只需要在镜头前喊1234 永强心里有了一丝庆幸 也有了一丝哀伤 因为自己现在的身份 不过是制片人一句话的事 永强把自己的壳伐 留下一半给英子 他们说好以后拍红房子时 就让英子躲在地板下面 就在这时 纪元老板带着打手找着上来 询问永强英子的下落 永强自然是装作一问三不值 老板在稍微逼迫下 没问出个所以然 只能幸幸的先离开了 这却让永强犯起了嘀咕 看来老板已经有了疑心 之后必然会再来 于是永强立刻撬开了红房子的地板 把英子塞了下去 并告诉他天一黑 就要把英子送走 尽管自己心里有万分的不乐意 尽管心里有一部分 已经将英子当成了自己的女人 可危险来临时 他的第一反应 依然是躲避危险 如果真没找到 那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体面 将荡然无存 当天晚上 他就带着英子来到了火车站 可直到看着英子上了火车 看着他贴在车窗 哀怨的看着自己 永强还是心软了 又带着英子回到了红房子 然而就在他关门的时候 纪元老板和打手闯了进来 拳打脚踢之后 要带着英子离开 永强急了 挡在英子面前 想替他赎神 老板笑了 好啊没问题 一亿元 相当于人民币 不到一万八千块钱 后天给到 可这笔钱对于永强来说 是一笔天大的巨款 但他依旧咬着牙答应下来 等到老板走后 永强想来想去 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是他能赚到一亿元的唯一办法 于是他找到制片人 谎称母亲生病了 需要一亿元支付医疗费 不然就罢眼 制片人当然不会允许 他已经为了这个片子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可眼下实在拿不出这些钱 于是制片人给了永强 一张两千万的支票 还承诺剩下的会很快补齐 拿到支票后 永强兴高采烈的回到了红房子 把好消息告诉了英子 他觉得有了这两千万 肯定就能和老板继续周旋 英子却不抱什么希望 不如他们拿着这两千万 远走高飞 可永强当然不能同意 这两千万 可是他靠着自己体面的工作赚来的 怎么可能气质不顾呢 晚上男助理受不了 潮池的毒气室逃走了 整个剧组只剩下英子与永强 他来到毒气室 打开所有淋浴 十分奢华的带着英子洗了一次澡 在烤火时 英子取下了自己的一个镯子 他虽然手上有一堆镯子 可只有这个是真的 英子想让永强卖了早点攒够八千万 可永强却还了回去 对他来说 重要的不仅是那八千万 还有自己从未体验过的那份尊严 那份可以让心爱之人温饱的尊严 永强坚定不移的相信了制片人 建立的谎言与一个口头承诺上 看到永强如此 样子也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老板并没有给他注射毒品 他其实是专门来找永强的 而来找永强也不是为了他这个人 只是为了这个红房子 如果能在这住上哪怕几天也好啊 第二天永强拿着两千万 准备去和老板交涉 出门前 之前的工头叫做他让帮忙搬东西 看着手上一箱又一箱的汽油 永强没有多问 因为他正在诧异工头对自己的态度 怎么回事 他怎么还当我是个工人呢 我可是主演 他们怎么配叫我给他搬东西 可永强却始终没有胆量和对方对着干 开口只能用制片人的身份压他 我和制片请过架了 下午去看一眼我的母亲 工头看了永强一眼 以前你不是挺吃苦耐劳的吗 怎么也学会用制片压人了 永强懒得解释 一个小小工头怎么能懂竹眼和工人的天壤之别 我现在可是身怀巨款去解救我老婆 随后便搭车离开 把钱交给老老板后 成功又换来了三天的期限 永强如是重负 回家时还特意买了英子爱吃的糖果 可快到片场时 公交车却突然抛了毛 永强之后和其他人一起下来推车 终于快到目的地了 远处突然传来了爆炸声 是红房子的方向 永强还没来的反应 一声爆炸 整个红房子被炸为灰烬 错恶片刻后 他立刻跑了过去 演员们还在卖力的对着烧没了的红房子开枪 永强看着熊熊大火 以及大火应声下其他人的背影 他显得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其他人 房子里还有人 一个没办法喊救命的龙牙女孩 就这样 他眼睁睁的看着房子烧成废墟 无力的坐在旁边给英子打电话 可这个电话似乎是永远也打不通了 晚上永强又住回了毒气室 自己的家与自己的女人都消失在了大火里 只剩下毒气室里 英子洗澡时剩下了一缕头发 万念俱灰下 隔天永强在化妆间割破了手腕 在所有人的惊恶中 他被抬进了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女助理还以为是因为永强母亲手术的问题压力过大 直到制片人赶过来 永强才告诉所有人剧组杀人了 木屋爆炸时里面还有人 二人在暴雨中摸黑翻找 制片人很快醒悟过来 让明天找来挖掘机再好好搜寻 可永强却不干 找不到人的话 明天老板和大手来要钱怎么办 制片人这才问清楚发生了什么 他愤怒地质问永强毁了自己的电影 可当永强想要报警时 却被制片人一把拦下 明天明天等挖掘机来 找到人就报警 找不到就按合同把电影拍完 永强在恍惚中点了点头 到酒店时 制片人问永强要到了机院的地址 说为防止对方明天来闹事 第二天 两人开车来片场时 永强才发现挖掘机 正在把红房子的灰烬装车拉走 这哪里是在找人 分明是在毁尸灭迹 永强彻底愤怒了 冲过去想要阻止挖掘机 和劝阻的制片人打了起来 制片人还喊着 别伤了永强的脸 拍戏要用 其他剧组的人都过来帮忙了 永强看导演过来了 一想到对方平时一副 德高望重的学者模样 还想让导演评评理 可导演却根本没听完 永强说起因经过 只飘飘然的回了一句 你是想耽误整个剧组的进度吗 就把永强掖了回去 其他人也开始了 置于指责 这么大的火 他们怎么没听到呼救 而且永强还帮忙搬汽油呢 对呀 放火的时候 他还在现场 我都看见了 这一看就是永强在撒谎 永强很无助 无助的就像在火场中 无法发出声响的音子 他哪里知道要烧红房子啊 他的台词就是1234567 他甚至不知道每天拍的是什么 怎么可能知道接下来的剧情 可面对无数人的质疑 永强越来越不坚定了 趁此机会 制片人倒打一耙 说永强为了骗举 剩下的八千万 竟然编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尸体 只有女助理站了出来维护永强 这废墟的景之后 不是还要用吗 至于清理的这么干净吗 连夜一车一车的拉走了 生怕别人发现什么似的 永强听闻也彻底恼羞成怒 抓紧木头就要对制片下死手 却被其他人反围上了群人 还好女助理把他们拉住 把永强带上了车 就在这时 女助理接到了制片的电话 说找到英子的下落了 他们赶到警店 制片人打通了地外老板的电话 对方不耐烦的说英子被他们带走了 随后制片人与导演一起威胁永强 你要是不配合 就凭那份演员合同 就能让你一辈子在监狱里度过 永强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里已经人去楼孔 可没一会儿老板就骑着车过来 把永强接走了 他们在一处隐秘的地点见面 这才告诉了永强真相 原来昨晚制片带着一堆人来威胁老板 老板迫不得以关门跑路 制片人也突然窜了出来 拿着那张演员合同 让永强要么演戏 要么赔他230亿的巨款 他还查到了永强的谎言 你母亲明明12年前就去世了 你却骗我他要做手术 随后他又拿出了一张签字单 剧组的人都签字了 说你知道那天会炸毁木屋 你才是那个凶手 恍惚间永强仿佛成了 那个千夫所者的坏人 在一阵沉默后 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 永强回到了朋友的商店 朋友帮他包扎好了伤口 还劝说永强不值得 为英子那样的妓女受伤 趁着朋友离开 永强打开了朋友的秘密保险柜 取出了里面的老鼠药 晚上回到酒店时 等了一天的女助理 问永强有没有找到英子 永强说他找到了 女助理愣了愣 他问是真的找到了 还是怕剧组里的人才说找到了 黑夜中看不到永强的表情 只听到了他的回复 我找到了 第二天拍戏如期进行 一个古兽林寻的工友 捡到了一个手镯 那是英子那个唯一的真手镯 永强把手镯埋进了森林 随后如同幽灵一般来到了厨房 等所有镜头都拍完 朋友找来问他老鼠药怎么没了 可质问半天 只在永强的兜里找到了空药瓶 朋友怕了 呼喊着准备出门 却被永强用手枪砸倒 随后永强如尸体般走了出来 坐到了导演的正对面 看着全剧组的人 吃着丰盛的午餐 突然有一个人哀嚎着一声 倒在地上 随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女助理并没有死 你随时会成为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你知道的 我们都身在其中 我们身边的无数个阿Q 正在努力的催眠自己 直到有一天 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 对每个人都好一点吧 说点真话吧 大家都是一体的 他们发动了战争 谁也躲不过去